這也代表說好理要留在後面 好久成問底希望大家可以在今天的比賽 持續鎖定精彩的賽事 是的 好我們來到了是第三張地圖 第三場戰鬥沙漠 沒錯 來看到是這一次沙漠的航線是整體偏右 偏右很多的 算是從一個東北往正南飛的情況之下 對於各隊伍來說 如果你真的是習慣左半面跳點的話 可能要先在中間找一個中氣點 把這個載具的資源都先給鞏固住之後 再開始進行你前期的資源獲取 Dupray以及TSL 這麼早期就直接選定了他們的發育 其實STL一開始在軍營的發育基本上 你已經很少會在國際賽看到 有隊伍選擇軍事基地在上門上的地圖 首先是他太邊之外 他的載具量其實不夠多 而且全部RNG的成分的情況下 如果你在軍營這個地方 上市掉的載具或是載具不夠優秀的情況下 你很難做營運 對這也是為什麼 其實很少隊伍會選擇在軍營這個地方當作發育地 他寧可跳T層 L層 甚至是C層都不會想要靠近軍營 哇我來看一下這一邊的圈 這個圈是人人的舒適圈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嚴格說起來的話 對於跳點比較難的隊伍來說 是距離稍微在遠了一些 因為畢竟我們可以知道是 他的上緣是圈在了這個沙漠的最上邊 最上邊的話呢 我們可以知道的是 哇一開始反而畫面上帶到 13人小隊的KF Jason在搶到載具的當下 馬上被YRC的精準槍法給放到 哇我不太理解為什麼這邊的人這麼的多耶 就是大家想搶載具是可以理解 不過你在跳展當中看到了這麼多人的情況下 基本上你會判斷說自己是不是最快的 不是最快的可能就開高閃慢慢拉開來 沒錯 哇你可以看到這一邊擠了好多隊伍 好像在看什麼天梯戰鬥一樣 就是你那個UlayValb在豪宅區域 然後稍微北面一點的呢有YRC 再更北一點的有KEO 其實KEO戰隊他們跟他們貼得很近 對 哇非常可惜 KF的Jason一開始就先 慘死在了仙女的裙下了這邊 牡丹花架屎做鬼也瘋流嗎 但我覺得這裡反而算是人才兩次 是把你的這個擊殺分數攻守讓給對手之外 該搶到的載具也沒有辦法開去載你的隊友 是你嚴格說起來看起來他們是彼此保持著一定程度的距離 可是就以賽斯的角度來看 第一圈剛落地 大家這麼靠近 這個距離其實是很危險的 而且它會限制住彼此的發揮 而且它會讓贏家贏更多輸家輸更多 沒錯 像最大贏家U Level Up 有地利有人頭什麼都有 我覺得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對 沙漠原來我們這麼近 但是在開著這個麵包車小巴士的情況之下呢 蘇德龍的職位也已經先來到 他第一個要獲取資源的小房區了 駕駛的話 余地也趕快下來跟上自己的隊友獲取資訊 獲取資源的第一波節奏 沒錯 但是你可以看到這一圈 開始有極大優勢的勵志新勢力 一開始在Saint Martin的情況下 以往他們的經驗都是不太會離開Saint Martin的 對 這其實對於Saint Martin的理解可能不太夠 因為Saint Martin他不算是一個很好的中繼觀察點 他雖然是在中心區域 可是你如果想要藉此拿到更多的資訊 去判斷敵人在哪裡 跟下一個點位在哪裡的情況下 Saint Martin南面的招牌山 或者是左上方的那個乞丐屋的山 都是可以進行爭奪的 甚至右上也可以 可是你可以看得到說 勵志新勢力這邊不太會去做這方面的爭奪 在之前的戰鬥當中 那來到的是大部分的國際賽事 甚至有隊伍他們會在Saint Martin這邊擠得兩隊 甚至是左面的山上一隊 或者招牌屋一隊 然後Saint Martin本城一隊 就是為了要拿到這個高點的偵察位去進行偵察 跟判斷下一步圈要做哪裡的紮點 是的 但我這邊蠻期待看到的反而是 剛我們知道是STL選擇在沙漠跳軍事基地的選擇 會不會剛好搭配到今天的這個圈 說在了這個正中央偏北的情況之下 讓他們可以從一個正北面進來 完全的最大弱邊不會碰到任何的隊伍 對 這對於STL來說 他們要有辦法判斷等一下的偵察中繼點在哪裡 對 像這個情況下 他們能夠走的就是隨著這個馬路 直接一路呸到偏中心北面的高山上進行偵察 或者是直接拉到整個圈邊的東北面的山上去做偵察 其實這兩個點位就是看出他想要貪還是要比較穩健的保守的打風 是 對 那看一下他們的選擇囉 那至於UNG的話 這是他們不算是特別舒適的圈 以私城發育的隊伍來說 這個圈完全沒有蓋住私城 但是私城只有他們這一隊 而且也沒有其他隊伍做競爭的情況下 物質量跟載具是非常夠的 對 那畫面上帶到的就是HQ 目前已經拿到的是一台吉普車 還有一台巴基 連後面的摩托車都已經跟上 你可以知道在載具的獲取資源上面是非常豐益的 非常富裕的情況之下就要來看到的是 Panda身為一個這個摩托車的前導位 能不能夠持續的開拓出好競圈路線 對 至於K7戰隊的話 他們在皮卡托花了非常大量的時間在做物質搜索 當然是已經有命成員陛下士率先開車來到了Power Grid 看起來K7在對於這一圈的理解也有所提升了 對 電廠的發育點位 但畫面上右邊帶到的是TTS的品萱 品萱這邊的話則是在馬路上奔跑趕快要來跟他的大部隊進行會合 是 來看一下 因為目前TTS的位置算是蠻難的 蠻難打的 因為他們在右下角這個區塊離圈很遠之外 他們一路上的進圈路徑 他們能夠搶的中繼偵查位都不是這麼的多 沒錯 對 都不是這麼的多 而且有可能率先被搶到的情況下 大部分隊伍像TTS這樣子的一個發育地 他們會捨棄物資讓一名成員率先提速來 來到安全之內拿點物資 或者是直接把物資收好收滿收到保 打一個超慢速進圈 從第三圈開始進去 然後看看說要怎麼繞路四邊 這會是兩種不同的一個路線 中繼偵查圈的難以佔據 會變成說他們兩個面向一個是要花額外的資源 另外一個可能會要花更多的時間 又或者是他們要直挺挺的鐵頭往裡面撞 那就會被旁邊的隊伍進行非常爽快 而且快速的收費 大部分的隊伍不太如果不會營運的話 都會直接撞進去 沒錯沒錯 然後看看運氣好不好 因為運氣不好就是整車被掃爆 運氣好的話就撞進去 然後就打贏了這樣子 賭一波 那這樣的話就會變成說整體的營運方針 你可以看得出來這種就是圈運已經夠靠運氣了 然後你在執行戰術層面上面 又在靠運氣的情況之下 就變成靠天吃飯的選擇 沒錯 具體現階段的整體路徑還算是不錯的 不錯的 那至於STL的話動作非常的慢 他們競運收完之後還來到了踢層做二手 這樣會喪失掉很多節奏 對 除非他們的圈靠北面 不然的話STL接下來進去也有可能會潤人載割也說不定 對 原本以為可以讓他們歪打正早一波 不過看下來STL並沒有在第一時間就能夠判斷出 其實他們的北面會是最大弱邊 先卡好再來幫助你的整體資源成長其實也不遲 U-Level Up 然後我們的律師新勢力跟K7戰隊 都已經來到了中心的安全區 至於律師新勢力一直很可惜的是 他們依然沒有離開Saint Martin 他們依然在Saint Martin的整個城鎮裡面 看他們的位置是站在招牌屋上 對 但是你招牌屋也不會高過山頂的人 沒錯 再高 除非你有101這麼高 不然的話真的視野量有限 看起來他們是下定決心想要拿到聖馬丁居民的戶籍了 不過在此之前可能要先來看一下K7跟U-Level Up 他們的鄰居拍觸兵可能會來威脅一下他們的安身立命之地 是 K7的陛下的車子點位 其實他這個timing做移動我覺得有一點太大膽了 對 有一點太大膽了 因為這一圈還沒有縮定的情況 他來到這一邊其實還沒有辦法拿到最好的物資偵查位置 但是除非他能夠漂亮地躲過對方的槍線 對 這個前倒車的位置他可能是想要去跟U-Level Up Winter來做一波的競爭 好 這一圈是主艦往北靠 或許STL能夠歪打正著也說不定 好 那這樣的話確定是超級強勢一邊就在南面 對 大家擠成一團可以從地圖上面的畫面得知 哇 眾多的選手隊伍全部都擠在了圈的正南方 嗯 這個正南方他會導致說 剛剛K7的陛下他或許能夠進行一波偵查之後呢 把隊伍都摳過去 因為第二圈的圈邊戰鬥意義並不大 對 嗯 意義並不大 哦 但是這裡的話 HQ的Diff在開車的過程當中面對到的是Druplay的Rose 幾次的出槍很可惜礙於人線的角度沒有辦法造成足夠的傷害 而且呢 先出槍破位的情況 哦 竟然最後的結局是 HQ的Diff下車的過程當中吃到傷害直接跌倒了 是 那只有HQ的Diff一個人 因為前倒車的位置而死亡的話真的沒關係 這是可以接受的一件事情 那告訴他們一件事情就是前面有Druplay 對 在前面有Druplay的情況下我們要繞得更大一圈 我們才有辦法進一圈 沒錯 遠距離的掃射畫面上帶到的是ULIVUP的嘉欣 自己是手握M4的三倍鏡 已經先放倒了勵志興斯莉的一名成員 是 勵志興斯莉剛剛隱憂就出來了 你在Saint Martin最有可能拿到Saint Martin3的人沒有拿 那你沒有資訊的情況下對方已經有資訊了 那這個timing 你的圈不好 你要移動 你就會被當成瘋鍋打 對 但是Druplay的Mark這邊也算是一高人膽大 M4 握姿的架槍想要直接用四倍鏡 看看能不能掃到遠處正在移動的對手 哇 這個位置 Juawa也想要嘗試做一波的收費 不過AG完全不想理他們 可是就以AG的狼性來說 他們會下車跟對方打一波才對 喔 下車了 但這邊的話要看到的是還在車上的Tim 原本想要直接從側窗探出來去面對到的是背後的AG成員 哇 這個車子的開車下車位置不太好 因為這個車會保不住 對 如果AG不理他們直接做撤退的話 他們沒辦法做移動 也沒有車了 可是AG剛剛好是不會捨棄掉你這樣子的四分的 對 上一場對戰這個冰封雪地的節奏拖到的AG 能不能夠在這一場的沙漠搬回一層搬回自己的顏面 畢竟我們都知道他們真的是四個成員都槍硬話不多 但是DOWN已經先倒下了 所以這也會變成AG現在在攻堅的一個顧慮 但必須要警惕注意的就是 不能跟上一場的冰封雪地一樣犯同樣的錯誤 沒錯 那這樣子的一個建築區 對方沒有太好的防守優勢是可以接受打點的 對 真的可以打點 可是節奏一定要很快 因為你已經本身不在安區內你在圈邊了 你這個圈面的戰鬥還拖得很久的話有可能會遭受到 跟剛剛冰封雪地一樣的節奏 而且奈何已經摸到了騎娃娃的後腦位了 如果可以搭配的是蘇斯基還有黃軍的一波三人包夾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打得快很準 對 但是看起來AG他們並沒有針對所謂的攻堅或打點 做太多的插盤演練 對 所以他們都在各做各的事 但都沒有辦法連線 節奏會很拖 那大家都劣勢 那還是不要打比較好 沒錯 至少他這一次的選擇相較於剛剛的冰封雪地 是果斷許多的 對 有果斷了 有果斷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目前AG的狀態 他們呢 是確定能夠卡死吉娃娃 因為吉娃娃的車都全爆了 完全全爆了 所以奈何這邊有機會可以打點 來看一下 UNG面對到的是 東泰 UNG面對到東泰的話 我們可以知道是 UNG剛好可以讓自己的成員 各拉起一名已經倒下的隊員 然後反而是東泰這邊的羊的話呢 是已經是倒地狀態 所以也只能持續的流血身亡 嗯 那這邊奈何 誒 不知道為什麼叫Bowland 他的車子可能也已經炸掉了 對 好 可是這一圈 如果你為了要卡吉娃娃 捨棄進圈的話會很虧 那看一下AG的選擇 車子夠 趕快載人 再度進圈 但我已經不見了 AG剩下三名成員 在非常前期的情況下又減圓了 那對於AG而言 至少現在的一大福音是 好消息 至少三名成員都可以成功的團圓 因為剛剛我們知道是 奈何他是在吉娃娃的後腦位 所以呢 這樣子一個繞位之後 還可以讓AG的兩台車 載滿三名成員 繼續往圈內 這已經是他們現在最好的劇本了 那反觀的話 他留了一台車給吉娃娃 對 反而吉娃娃竟然可以在坡上面 找到一台載具商人抱團 這會是他們最後的希望 不過在競圈的過程當中 也要特別的小心就是 對手的收費 而且現在這邊還在等待的是第四名成員上車 那你為什麼要捨棄這台車呢 這台車是不是 還是他狀態其實不好 只是我們看不出來 有可能 輪胎也在 也沒冒煙 沒錯 欸 難道是沒有嗎 不知道 持續看下去吧 好 我們來持續看下這一圈 Monster一樣是很漂亮的營運 直接切到了整個暗區 那邊的山上 哇 撞到了 哇 但是車機有點堪憂 已經節奏被拖到的情況之下 再撞到了樹 畫面上來到的是 勵志興之儀的RAID 自己手握M4的高背景 一輪的壓槍想要限制 冷卻後方的對手 欸 這個 這個死亡了 只能夠說救不到了 OK 勵志興之儀 持續開車進去 其實蠻有趣的地方是 你看勵志興之儀 在Saint Martin畢業的隊伍 他的節奏完全輸給了U Level Up 沒錯 U Level Up的位置 比他們快非常多 來看一下 目前 哇 他沒有車嗎 這樣子要直接BOLAND進去 也太硬了 擠娃娃這一邊狗眼殘船 哎呀 但還是在這個吃毒推進的過程當中 各個成員的血量都已經見底了 所以即便不需要爆車 讓對手變成一台車就可以收到四顆頭 那他們一個一個收 依舊是可以讓 吉娃娃在這一場被警十六率先淘汰 對 還是回歸到 吉娃娃剛剛那一波命的AEG的停車點位 並沒有停好 甚至你也不用停 但他們停下來的車子沒保住 整個節奏就一定會是這樣子的一個下場 沒錯 因為基本上我們可以知道的是 篤定的事實一個人倒了 你就算停車下去 也絕對不可能把他拉起來之後再全身而退 對 除非你打得贏 對方已經人數優勢的會戰 對 如果你沒有勇氣打贏 那就直接走吧 對 除此之外是沒有任何可能性的 很可能奇異博士都已經把他們看過了 不過畫面要回到的是MS的這個成員 很可惜一波的這個壓槍 並沒有辦法對對手造成足夠的傷害 哇 我這樣子UNG直接繞到了一個非常大的東面 哇 他剛剛面對到東太的戰鬥是有停下來的 哇 但是GED的搖這邊想要直接把對方的載具給點爆 可是完全沒有注意到的是 自己開槍的過程當中已經撲毀了 就被放倒在山頂上 哇 搖站這麼高 有機會就滿沒機會 你看他三個隊友都在滴滴 這是高點偵查位 如果說你站這麼高的話 一死亡的代價是很大的 絕對只能成為棄子了 同時GED的兩名成員開著車 還不太確定最後做的決策會是如何 哇 那這樣子的話 你可以看到很明顯的地方就是剛剛從右上角 軍營畢業的STL在這一邊或許還能玩遊戲 而且可以玩得很開心喔 對 玩到第五圈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的 至於UNG跟Juplay要競爭東面的這一個戰鬥 而且UNG的成員剛剛HC好像是倒在了圈外 面對道士側翼槍線持續限制 也不敢讓自己的隊友有機會趕快把它拉起 只能先躲在載具後面 用鹽體狗鹽參賽 現在Juplay確定是有絕對的優勢 絕對優勢 那輝這一邊想要救人 哇 血線很危急 非常非常的危急 對 哇 HC救得到嗎 HC有救起來嗎 沒有 倒地了 沒有 那剩下的是看輝能不能夠無傷救Coco 這個會非常的關鍵 然後紅這一邊可能要當一個自由人拉槍線 然後嘗試打側腦了 Monster這一邊的小七的嘗試很可惜喔 對 小七自己手握M4 高背景又是一輪的壓槍 想要面對到是YouLiveUp的整體成員 哇整個南面 現在Monster你看到他們的營運已經帶到他們來到了第四圈的南面之後呢 他們接下來就是把任何一個會動的東西都打掉就對了 沒錯 對 接下來沒有太多的可能性呢 因為你不太可能這個時期跟在三頭中心點位的人對撞 你要把屁股清乾淨 對 圈邊的打獵季節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MS小七的資源三包 再加上的是三虧二甲 可是要小心的是剛剛好像距離他們不遠 最近的會是YRC嗎 What 怎麼回事 哇 會打掉了JUPLEIT的成員 沒錯 會這裡的發揮成功是讓JUPLEIT的成員被爆車身亡了 但是畫面上帶到的是K7的JN 持續在下坡處要面對到的是KEO的多名成員 好在這次KEO多名成員是遭受到遠距離夾擊的情況之下呢 讓K7的JN可以近距離往前推 但反而往前推是用臉接了一顆破片手榴彈的傷害 這顆手榴彈直接炸傷了JN 那K7戰隊本來的位置陣型就拉的不是這麼的靠近的情況下 1號位先倒要救得遠的難度非常的高 A10這邊有機會往前嗎 他可能也害怕對方的探頭欲開 對 那就變成KEO這邊的話呢 反而得到了一個喘息的空間 陛下有辦法救 對 好Monster這邊持續在嘎圈邊 可是你可以看到ULEVUP已經有百人靠近他們了 ULEVUP並不想要錯過這一波跟Monster對決的機會 會有勝的唯一條件就是靜點的人員能夠成功的先放倒Monster最少一個人的側腦 對 對 如果靜點摸不上去那就沒得打 K7戰隊這一邊 OK JN是救起來了之後呢 側腦位的部分直接開槍 陛下持續的左右閃身再加上的是一輪的掃射射擊 反而最後是我們剛剛看到刷刷的擊殺條 這裡的話呢 K7的A-Team先被報仇放倒了 STL的Uncle也抓到了 ULEVUP的GAMING的Coco是在另外一個戰場 WOW那這樣子的一個漂亮打風是順利的見面掉了KO戰隊 不過AG緊追在後 跟AG現在狀態非常差 他們一直都在感毒一直都在感電 一直在跑圈 又倒人的情況下 現在他們的物質量肯定不夠 是 WOW這一圈是直接刮到了一個偏右面的一個同心圓 奈何血線很危急 對 而且在危急的過程當中 接下來的進圈 其實K7的B下你的每一個大跑腳步他都聽在耳朵裡 是OK這一邊確定最短路徑進不去 被強姦架住了 繞了一個側翼部分 來不及補血倒地 沒錯 因為我們可以知道說 來到這個階段 其實墊圈的傷害絕對會 讓他來不及把這個補品給吃完的 但是近距離的交戰 ULEVUP GAMING的灰打輸的情況之下 SL的Uncle血量見底了 金鴻很快的過來補足的傷害 還可以把隊友順利拉起 那Jupley基本上就要往圈邊吃了 對 這個時期點你看到Flag跳出來灰倒地 然後紅補槍 他們這邊人數確定比你少的情況下 你剛剛有打掉他們一名成員 這個時候就絕對潛壓沒有問題 AG手術給這邊還想開車幾乎不可能 除非你是縫底索呀 沒錯 這邊玩命關童很可能 玩掉了就是自己的小命了 HQ的魚也是見好就收 知道說是此地不宜久留 但有沒有辦法最後一顆拉起血量 還是被電倒在安全區域外面了 那這樣的話長城牆線這一顆人頭的分數 會不會就送給了YRC的魚 哇喔你可以看得到這邊 AHQ又出現了這樣子在電圈外面的倒地畫面 非常可惜喔 對剛剛在圈外倒的是HQ的魚 而且現在確定被電倒了 並沒有讓我們剛剛期待的大魚吃小魚的戲碼成城 沒錯 那這樣子的話你可以看得到 然後UNG兩名成員還在跟Jupery的戰鬥持續著 對 YRC這會是最大贏家 可是他們有點貪 對他們現在22分線然後想要靠著他們一整隊一字排開卡住所有左半面想進圈的隊伍 是你要這樣子做的話要建立在非常強大的資訊流通跟單兵實力還有槍法上 沒錯 不過這裡的話我們可以看到是YRC23的一顆雷出手 不是他的急殺通知反而是遠距離持續有槍線在限制 所以南面的那一位選手不太能夠花這麼多的時間去看東面的原因是因為 西南面有隊伍可能會摸上去 這個圈還不夠小不太能夠這樣看 OKJupery面對到紅的這個戰鬥呢是遭受到了Monster的連擊 剩Q毛了 Ruco Gaming 金紅還有灰的雙人推進過程當中 雖然前面有眾多的煙霧彈 但是礙於這一個上打下 Q毛還是可以從人線的槍線當中發現的是 Unicorn Gaming兩名成員的蹤跡 哇這一波YRC非常有機會玩大的 就是MS跟YRC有可能會成為最後的兩個大贏家 對 後續部分單打在看誰贏 你看唯一的破口就是YRC編沒卡住 YRC如果編沒卡住就要爆了 是 OKYRC這邊倒下了漢堡 Q毛這一邊吃電 金紅了一顆手榴彈炸在了Q毛的旁邊 但是也只有稍稍的逼到了Q毛的走位 而且這邊的話是讓Q毛順利上了Buggy 趕快逃跑 逃離現場 逃離現場了 YRC這邊遭受到了很大幅度的扛壓失敗 對 因為你這樣子戰你的扛壓能力要很強 你想要把整個C面都扛住 可是你的人數最多就四個 那個三頭能夠看的角度太多了 你沒有辦法分任何的人力 少看任何一邊 對 在這樣的情況下 YRC本身的團戰能力並沒有那麼的優秀 沒錯 因為你沒有辦法一個人打四個人 對 除非這邊一講完緊巴被淘汰的是AHQ 因為我正想要講到的是昨天的AHQ殺手 YRC的魚今天有沒有辦法再次發揮他的高強單兵實力 而且我們剛剛可以看到 趙事後逃逸的Juplet Q毛 竟然讓他成功跑到了小廁所先行進圈了 那個廁所是延環死亡而已喔 接下來就是不停的丟手雷往裡面塞 那個人全要死掉了 除非他可以繞著廁所繼續轉 然後從煙霧當中穿梭來 限制UNICONE GAMING想要競選的成員 但這個容錯率偏低阿 是的 其實紅現在他們就是冤居跟灰 紅跟灰的雙人小組搭配 只要等到這個煙散了 這是Q毛的時期了 對 差不多就這樣子 那Q毛唯一活下來的可能性就是建立在 這個煙還沒散的同時 哇可是你看一顆雷反丟了過來 是直接把金紅跟灰的血量都炸殘 嗯 炸殘 沒炸死 對 然後Monster一定會看這一邊 哇Q毛已經沒有煙了 他在下一顆 他在下一顆的話是在下一顆煙的嘗試 不過近點交戰看一下 MS面對到是U Level Up 一波的腰射成功是放倒U Level Up的兩名成員 剩下Winter了 Winter也倒地 Winter不知倒地的情況之下 看來這一波U Level Up應該是被全滅了吧 沒錯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萬一是應該只剩下是一名成員了 紅這邊進去的戰鬥是打輸了 後續部分會補槍有補到 還可以再救起來 來 起來抱我的勇士 成功復活 沒錯 沒有問題 這邊的話可以看到是接連被淘汰了四景五的DUPLEI 畫面帶到的是MS MS的話目前看到只有小王倒在了平原中間 對 小王他算是被孤狼偷了啦 對 這個偷只能夠說是 嗯 你也可以歸咎在運氣 對 但是你也可以歸咎在你站得太深了 因為整個南面的資訊老實講 Monster剛剛是有去打西面的 所以南面你不是從頭看到尾 對 有時間差的情況下 你不能夠說南面沒人 穩健的節奏跟平穩的點擊 再加上交叉槍線的部署 最後還是有MS成功淘汰掉了K4 是最可惜的地方是 YRC有大好優勢的滿邊陣型 結果卻被逐個擊破 剩下了一名成員了 沒錯 這個看法太彈了喔 這期待來說是魚看看能不能偷一點人頭 或者是去打 UNG兩名成員然後拿到第二名 哇場上剩下的是三隻隊伍六名的存活者 而且這邊的話想要來看到的是哪一隊想要過來舔空頭包 目前看下來的話應該會是MS的小城 對小城想舔空頭包 但是沒有被魚打死 魚現在有吉利一 有平底鍋 可以cosplay一顆草 沒錯 一顆樹一顆石頭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三打二打一現在還在病床上面進行比賽對戰的YRC 生命鬥士鮭魚 這裡有沒有辦法是一扛多 這一圈是MS的圈 UNG因為是滴滴的關係 他不可能過來吃YRC 因為YRC開了很多槍 確定鋪位的情況下 UNG接下來的選擇只能夠順死針打進去 而對於YRC的魚來說最好的劇本會是 MS先跟UNG打起來 而他要幫助的絕對會是優勢更大的那一方 才有機會從中找到一線生機 對但是兩邊都要做一定程度的嘗試跟移動了 不然的話 MS就是活活架著槍等你們被電死 或是被我當把射而已 沒錯 這邊YRC魚已經有丟煙了 這個嘗試看起來很不錯 持續的再往前做移動 OK還有一個凹 再過一個凹 你就投過 身就過 沒錯 面朝南方持續關注到的就會是MS的整體動向 但看起來他也是時時刻刻在戒備 所以也是自己左下方UNIKORM GAMING 有沒有想要走他的後路或是往前推進 這里面會比較為一聲 有辦法說三個 哇是最後劍比的血量成功過少 不是 那個 UNG是你的朋友啊兄弟 沒錯 而且他其實自己身上也只剩下的是 些許的崩帶了完全沒有急救包warz使用 哇沒有了 他選擇打UNG的話 那就確定讓MS一定拿第一 沒錯 哇那這樣子的話 非常地裂的UNG 沒有任何的地形優勢揮斥著墊 這個裸奔直接出去1v3倒地 恭喜磁鐵隊伍 MS耶 沒錯 恭喜MS在今天也是拿下他們的第二機了 總共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分別有小七拿下了三殺 小智拿下了兩殺 以及小陳一個人就南瓜了六殺的擊殺分數 沒錯 哇 但你不得不提到說 YRC有非常明顯的進步 對 他們在我覺得在後續部分的final圈 也就是後期圈 大概第六圈開始 其實YRC的經驗不是這麼的充裕 但是他們現在起碼可以來到這一圈 而且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擊殺 是 對對對 可惜部分是西面的YRC的站點的槍陣佈置 不錯了之外 還有後續部分魚的嘗試 剛好選擇比較沒有把握到槍法 很可惜 對 但是我們可以回顧到 今天的上半場三張對戰下來的話 我們可以直接得到一個結論 叫做 今天Unicode Gaming的營運 已經兩次敗在了MS的整體隊伍 對無壓制之下了 沒錯沒錯 對那剛剛其實我們可以知道的是 魚的那個決策 如果他真的就是篤定 呃 他要去吃的是MS的方向 甚至於說呢 在MS的臨近小坑裡面 持續躲藏的話 我覺得搞不好真的有機會 不管是 幫助Unicode Gaming 扭轉這個局勢 又或者是他可以成為最大的贏家 按照他今天的狀態 你可以知道是 剛剛那場對戰結束之後 他一個人也是有四殺的 即便面對到這麼坎坷的路程 我覺得他的這個單兵發揮 真的不會因為他現在身體的狀況 而有任何的減弱 對這邊只能夠說 他不愧是生命鬥士 他的強韌意志力 為我們展現出來了 很棒的一個選手 沒錯 那在今天的第三場 也是上半場的三張地圖結束之後呢 我們先來回顧到的是 上一場激情沙漠的單場積分 那單場積分的話呢 就是剛剛的Match 3 第三場對戰結束之後呢 是由MS順利吃雞 而且呢 團隊的擊殺分數來到11分 一把進帳的總積分31分 那第二名的話 UNICORE GAMING非常可惜 擊殺分數8分 總積分的話呢 來到22分 第三名的話 YRC靠著是 YRC的羽一隻賭秀 幫他們拿到的是這個 第三名位置的生存分數 同時呢 整體的擊殺分數也來到了7分 後續的話則有看到 ULIVOP、K7、KA4、DUPLAY以及AHQ 這是前段班第一頁的位置 9到16名的話則分別會看到 史素德龍、STL、AG、吉娃娃 莉智欽、獅力、GED、KEO、STL以及TPS 沒錯 哇 現在很難得看到 YRC來到第三名了 非常優秀的一個表現 因為剛剛我記得 跟GED差20分 那現在的話 差距來到了5分而已了 是的 那再看完是剛剛的單場積分之後呢 馬上把它加總到總積分上面 就可以知道的是 第一的位置 寶座依舊是由於 能用GAMING給穩坐在上方 這邊的話 總積分來到1264 第二名的AG、A加GAMING1038 第三名的MS 在今天連吃兩把機之後呢 已經慢慢的把這個跟A加GAMING的差距給拉近了 很可能會不會在今天能夠看到的是 MS反超A加GAMING 甚至於說後面的追兵 ULEVA的腳步距離A加GAMING也不遠了 沒錯 我覺得接下來我2到4名這個位置競爭非常的激烈啊 沒錯 從原本的三國鼎力 現在四強都還有變數 反而4、5名的話 ULEVA跟HQ已經出現分水 令H跟DUPLE的鬥爭也還在持續進行 7、8名的話呢 K7跟力智新勢力呢 分別是落在第7跟第8名 9到16名的話呢 依序會看到有KEO 蘇德龍、TTS、GED、YRC、K4、吉娃娃以及STL 沒錯那這一邊GED跟YRC其實的競爭一直都非常的激烈 老實講見到12名你要追到第11名的話 分數差距是比較大的 對 所以基本上我們可以篤定一件事情就是12個 12分第12名就是一個 劍別度 你能不能夠穩到這個寶座 那你就會可以確定可不可以打下一季的這一個 不用去打海選的那種感覺 沒錯 而且你可以知道是GED現在跟YRC也只有五分之差 沒錯 所以在今天YRC的魚這麼樣的力爭上游情況之下 GED守門員的腳步必須要繃緊他們自己的神經了 是的 是的那在我們今天上半場的三場對戰都已經結束之後呢 我們一樣是稍作休息看段highlight 等一下精彩的比賽下半場馬上回來 當中吃到傷害直接跌倒了 一點摸不上去那就沒得打 KG戰隊這一邊 OK GEN是救起來了之後呢 側腦位的部分直接開槍 地下持續的左右閃身 再加上的是一輪的掃射射擊 反而就是我們剛剛看到刷刷的擊殺條 這裡的話呢 K7的AT先被暴頭放倒了 STL的UNCLE也抓到了 漁空GAMING的COCO 那是在另外一個戰場 哇那這樣子的一個漂亮打風 是順利的見面掉了KO戰隊 我們有技能交戰看一下 MS面對到是ULEVEL UP 一波的腰射成功是放倒ULEVEL UP的兩名成員 剩下WINTER了 哇WINTER也倒地 WINTER不知倒地的情況之下 看來這一波ULEVEL UP 應該是被全滅的 要把走到後路或是往前推進 哇這一邊對決 有辦法說 哇剩最後劍體的血量成功獲倒 不是 那個 魚文群是你的朋友啊兄弟 沒錯 而且他其實自己身上也只剩下的是 血血崩蓋了 完全沒有 哇沒有了 出去的話那就確定讓MS一定拿第一 沒錯 哇那這樣子的話 非常地裂的 冤軍沒有任何的地形優勢 揮斥著電 這個裸奔直接出去